乃乃宝贝 这是我兴兴念念很久的 纸菜煲饭 已经拖了 看看拖了 我的早饭就是这么朴素 我现在在国泰的休息室等转机 然后这是最新的一个休息室 它还有一个可以吃点心和面条的一个table 一个station 还挺可爱的 然后这个station还挺大的 这么大 有一种回到了十年前中国的那一种五星酒店的感觉 你们知道我平时最爱看很恐怖小说了 现在我已经坐在 在早饭的区域 吃早饭呢 不可以开到别人 这是我今天的早餐餐与丹 我想吃一个菲律宾早饭 我就点一个local breakfast 这个就是我的早饭 然后呢这个黄黄的是他们菲律宾当地的一种水果 叫做cala mansi 尝起来有点像lime有点像lemon 然后我喝了以后觉得特别像荆棘柠檬汁 因为我今天点的是菲律宾式的早饭嘛 所以特别没有点r就点了一个当地的 ok 开动了 然后就要去上班啦 拜拜 现在起来开始刷牙洗 然后 我觉得好困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旅行包里面都有什么 我是一个特别爱旅行人这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大包小包带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喜欢带这种小样 而且我发现小样的功效其实是要比原品牌的包装的功效要好 因为我怀疑他们可能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觉得说 这个产品啊 很好用 所以可能会放更多的那个伎量吧 然后我用的全部都是这个代科的 的这个小样的 这个是中样吧 这个是小样的 真的配套很多 还有这种 这个是面霜也是带科 都是小样 因为你看我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拖运 我每次直接放在我的登机的箱子里 我就可以带走了 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 这一款 是 我每次出门即便我不化妆 我一定会涂防晒霜 这个防晒霜是水感的一款 我觉得特别好推特别好用 然后也是五九斤的 嗯 SPF是在五十加 然后是PA是四个加 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叫Sun Killer 这个特别好用 你看 我涂在手上 对吧 然后防晒霜的话 一般 你看 不会有这样子的质感 它就像水一样就直接化掉了 你看 看到没有 就特别的晶莹剔透 所以我超爱这个品牌 而且价格很便宜 嗯 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然后我的这个小样的卸妆 卸妆油里面是植村秀的 当然啦 你先进到水 哦 对了 然后我每次出门都会带电动牙刷 我已经丢了差不多有六幅了 最近 这个是一个姐姐送给我的 也是一个网红牙刷 叫You smile 嗯 其实我说实话 这个价格差不多 后来我在天猫网上看了一下 只有两百多 但是我觉得功效 跟我一直都用的菲利普的2000不到的那一款 功效几乎是一样的 最关键的是 就我用到现在 从 我把它开箱之后 就是到现在我都没有充过一次电 但我基本上用到它有 两三个月了吧 就是我出差 从来没有充过电 这是我觉得特别方便的一点 因为以前我已经很尴尬的 遇到过N4 就是我之前带的菲利普的那一款 就出门到一半发现牙刷没有电了 那行了 我今天牙刷都没电 我用这个电动的跟不电动的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牙膏我是不可能自带的 之前 我还真有备儿 之前自带过Marvel的一款 但是Marvel我觉得 其实没有什么 Calgate这种好用 所以后来我就基本上不自带了 我就多用酒店里的 因为我一般住的酒店里的 哎呀刷油挺好用的 我真的有点佩服我的这个 时差非常神奇 我现在用的也是那个 我每一次出去旅行工作的时候 都会带的那个一个代科的洗面奶的小样 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被那么多博主 种草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化妆品 因为你一口气去买一个 La Mer的全套的洗护产品 其实真的价格挺高的 而且你也不知道这个产品用的过不过敏 你为什么不从小样先开始入手呢 对不对 先试试看这个产品好不好用 但我觉得我的关注的粉丝里面 大多数年龄应该跟我相近 或者比我小 四五岁吧 应该不会用到 冷梅尔这种 熟灵机用的产品吧 我现在零已经洗干净了 然后准备敷一个面膜 你看洗完泪以后 超好 然后这个是我一直用的 两个 因为是秃头警告 就我们有一个秃头小分队 所以这个眼霜记得要经常附 秃头够附眼霜有什么关系 不对不对 我应该说经常熬夜 所以这个黑眼圈很重 所以要开始敷 毕竟姐姐跟你们 还是有年龄差的 你们可能还不用注意这个 黑眼圈和细纹 但是 我已经要注意了 OK 这个东西价格也很好 然后就是属于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眼膜非常好 用完之后你可以拿来敷敷法令膜 面膜的话就是属于单纯的 基本功效补水的嘛 补水是可以每天敷的那一种面膜 其实我觉得 嗯 像这个酒店布置的有点 诡异恐怖吧 但是咱们要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想 就是我觉得这个酒店是非常符合我这一次的一个 平价空的Vlog 因为我今天这一期的Vlog主要是讲一些我每次旅行必备的单品 也都是我整理出来比较平价的小物 那我肯定要用一个平价的酒店来来衬托对不对 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每次出去旅行我都会住几万块钱的酒店 呃 我也会去住一两千块钱的酒店的 我们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我很胖是不是 对就就其实我就是很胖的一个女孩 我就是这么胖 对不对 反正我也无所谓 对不对 人就吃嘛是吧 就随便吃嘛 然后我现在准备洗澡睡觉了 我的妈呀 这个酒店真的有点恐怖诡异 为什么我每天要看这么多恐怖小说 好吧 我现在睡觉了 禁宅那么多 不说了 现在是我的通勤look 穿这种鞋子的话就比较方便 好 然后司机已经到楼下了 所以我要走了 这边有一个好好吃的探索 这边有一个好好吃的探索 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菲利宾的Vlog 好像很多东西都没有录太进去 因为是一个出差的Vlog 我不太可能把工作的东西一直在录嘛 所以就有点空洞 然后逻辑不太连贯 但是我会努力在下一期的Vlog里面为大家弥补的 拜拜 现在已经在马尼拉乔和新加坡的VG上 准备起飞啦 OK 那